各位, 上次那位康熙化名龍兒 出資請了五次有做老師 課堂就設在索額童家裡的後花園 將來五更天 因為現在將近夏至日長夜短 雖然是五更, 紫禁城裡頭已經蒙蒙乾了 掌管點燈色燈的小太監 一路順著次序, 整色掛在皇宮前面 永巷裡頭的燈 守野的太監也伸著懶腰 打著哭怒回房間睡覺 昨天在索額童虎上現請了五次有 看起心情很暢快 那時候早就起了身, 出來御花園練功夫 他穿著緊身衣服, 戴著小太監張萬強 剛剛轉到養心殿的東門 就看到蘇馬拉菇迎面走來 昨晚居然你有全軍覆沒的時候 以後你不敢小看天下的人士呢? 蘇馬拉菇一邊走來一邊請安 奴才如果沒有奉義子, 怎麼敢放肆呢? 輸了我也是開心的 我是屢留, 當然收不成佛爺了 那做個菩薩就算了 看起小少, 李轉身就對著張萬強說 你把昨天五先生寫的那張條幅拿來 喳 張萬強答應了一聲 早就有小太監飛跑進去拿出來 蘇馬拉菇就不明白意思 摺個卷子打開來看, 原來是一副對戀 喳, 乃魂魂魄, 風是花精神 蘇馬拉菇看完心中就不由一動 但我一看就不出聲 漢氣已經帶著人走去後面御花園了 蘇馬拉菇就穿過永巷 剛剛出了大門 看見兩個小太監 屬於那個劉金大同江旁邊 切切私語 聽見有個說 你托老趙求七王爺網開一面 保你弟弟出來就是了 那另一個, 另一條頸就說 呸, 七王爺結書算甚麼, 沒用 他也沒用, 那誰有用 老趙說過了, 叫我找立無侍衛說 那個領頸再領頸的時候 就看見蘇馬拉菇吾聲吾氣站在自己面前 當堂嚇了一跳 沒看見蘇大姐姐你, 事後皇上出去 蘇馬拉菇就冷笑著說 你不用跟我扯別的東西說 你以為我沒聽見你們說甚麼嗎 聰聰地你就老實說出來 小太監知道蘇馬拉菇聽見那些東西了 不說也不行, 於是就說 其實蘇大姐姐你也知道了吧 蘇中堂壞了事 而黃四川他哥哥也被捉走了 就想托立無侍衛說說情 蘇馬拉菇的心裡一怕 臉就沒有變 我還以為甚麼事 蘇哈薩克大人還沒隔職 定得他甚麼罪 是呀, 抓人那麼緊要 小太監就連忙說 甚麼呀, 你還不知道 刑暴, 順天府的人都出動了 抄了蘇哈薩克大人的家 說他是謀反 說說說 見到另一個小太監 黃四川在旁邊腦腦腦腦腦腦 說那個就不敢再說了 蘇馬拉菇臉色蒼白 強制鎮定了一下就勉強笑著說 這樣算是一件大事嗎 七王爺等會來宙事 那向他求情就行了 黃四川就回答 抓蘇中堂的正是七王爺下令家 他肯說情嗎 蘇馬拉菇就越發驚疑 也不顧得再問 大廚的阿三 不是就是立無示威的契仔嗎 你去求他吧 一定行的, 你們去吧去吧 說完另轉身 就急急去御花園 但是康熙已經不在御花園了 就只剩下太監張萬強 在指那些小太監 在收拾地下的刀槍劍擊 和練功用的石鎖石球 蘇馬拉菇氣挪氣喘地問 皇上呢? 張萬強說 你不知道嗎 先頭傳事的來說 七王爺請議事 皇上就命他在玉慶宮等候 然後就啟駕去了 聽說皇上去了玉慶宮 蘇馬拉菇這樣才安定些 士恩那裡 原本是倭克地在當警察 現在倭克雖然死了 但還是原班人馬 由侍衛狼嬸帶著 那臨時將敬士房的孫殿神 就調來總管的 孫殿神這個人雖然膽小一點 不過也挺忠心的 蘇馬拉菇想了一下又問了 有哪個侍衛跟著皇上去的 張萬強就頭領領了 那當然是當席那些了 幹甚麼呢? 還沒等他講完 蘇馬拉菇早就放得腳都軟了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你快點叫人去找小偉子 叫他立即去玉慶宮 你也不要在這兒跑了 如果有人阻攔 你就說是奉子前去試駕 我現在就去慈寧宮 沒有人鎮住那裡也不行 張萬強就沒見過蘇馬拉菇 急得這樣語無倫次 也嚇得慌了 一邊吩咐人去找偉東亭 一邊就說 你們快點收拾完就跟著來 靈轉身就噔噔聲 滴去玉慶宮那頭 再說 先頭看起沒了一陣刀 送了一陣根 聽說傑書地求見 就隨身生了一件沙袍 啟假去玉慶宮 去到那裡 見到索額圖、紅刺女、太必圖 幾個暴院大臣 站在殿外邊恭候見嫁 見到他來了 個個都跪下 看起好滿足地登上台街 向著索額圖小笑 怎麼知道索額圖 就有點古怪地向著自己看了一眼 當堂有點惡然 急急地走進大殿 見到搖擺和傑書一拍地跪在地上 看起心中的疑鬥頓起了 為什麼七叔會和歐巴一起來求見 他腳步當堂立了立 先穩定一下情緒 然後若無其事地坐在中間的寓椅上 兩位外兄請平身 七叔請見有什麼事要遷呢 傑書擔高頭 看見看起厲害的眼光 畏畏叔叔地避開了 跪低低頭說 素下薩克請守沉靈一岸 奴才等已已過 就請聖上降寺 看起立一眼搖擺 見搖擺一本正經的站在那裡 嘴巴角度掛著一絲笑意 我心知道有古怪了 既然你們已經會議過 那就讀就接給朕聽 傑書手震震地打開接紙 慈風聲是 硬硬讀了半句 看起手一擺就打斷說話 朕的批語不用你們再唸 你們打算怎麼發落蘇哈薩克呢 是, 是 奴才等師之在三 蘇哈薩克身為父徵大臣 受先帝重託 不知...不知仰報天恩 大肆狂吠, 欺滅主上 媽 朕...朕沒聽清楚 大聲道 空氣又怕又生氣 咬著牙子就問了 這麼...這麼大的罪 該怎麼處置呢 傑書看見康熙的臉都變了 就越加驚恐 來回頭就看著傲拜 傲拜雖然笑眉眉的看著他 知眼露空光 不過想起那隻被鏈斷了的高腳銀杯 於是就硬著頭皮啟咒了 素哈薩克 欺...欺滅主上 你應以謀反論罪 凌遲處死 全家抄斬 一言既出 這麼大間屋慶宮 好像古墓一樣死一樣直靜 就得電閣那裡有一座 杜金的西洋自鳴鐘 機械這樣滴答滴答響著 大殿外面跪著的布院大臣 就你望我我望你綿綿相翠 索黎的兒子索額圖呢 強額著極其緊張的心情 小心地窺聽著殿內的動靜 這時候康熙兩隻手握著椅背 握得出汗了 才逼使自己沒有拍案大罵 只是稍微有點懶惰地問 蘇... 素客殺客請守先帝尋令 不過是言語激烈了一點 怎麼會扯到謀反方便呢 再說 朕只是降子叫你問問 為什麼連罪都定了 傑書在底下就馬上扣頭了 呃... 又沒法子回答 我看著這位皇爺的論盡相 心裡就暗字好笑 覺得自己說話的時候到了 於是將馬提奏輕快地一份 立起蒲腳就跪下 昂首啟奏 素客殺客辜負先帝託父之恩 不准當今皇上 與謀反無異 此處分並無不當之處 奴才認為以正皇所奏甚合中韻 昨天開課 五次有第一篇說的就是中勇 這時候康熙冷笑著說 哼... 將人處以極刑 還說是中勇 你讀的是哪家聖言之書 但是朕想知道 蘇哈殺客跟你有何仇氣 還是要剷除他呢 我稍微想了一下 跟康熙一樣大聲 神和蘇哈殺客並無仇氣 只是秉公處置 好一份忠心 好似蘇哈殺客這種賊神 如果不重重處置 將來臣下會欺君妄上的 奴爸話音未落 只能一件啪的聲音 看起一掌又啪到龍岸上 眼睛都紅了, 就像飆火一樣 欺君妄上的 眼前何嘗沒有 朕看蘇哈殺客 還算有些規矩 奴爸亦火滾了 他心想, 今天就算講到天下 我都要殺了蘇哈殺客 不然這運真是阿妥忠落井 到底也不行 想到這樣, 他從地上一躍而起 劣手劣腳, 揮舞著拳頭說 我, 皇上難道說我有欺君 一致說, 一致細胸甲狼 就逼上御座道 就是看起坐的那個位子 看起當堂倒數一口氣 對, 當直的侍衛孫殿神 也怕得飆了冷汗 搶前一步就擋在搖擺和康熙之間 幾乎與此同時, 郎嬸也約了出來 站在大殿外邊的侍衛木呂馬 立無祖聽得清清楚楚 這時候兩個打個眼色 按著腰刀就拿進變門 跪在地上的傑書就不認識他們 連望看著, 幹甚麼, 退下去 木呂馬就笑騎騎話了 嘿嘿嘿, 乾清宮侍衛木呂馬 立無前來侍家 一字講一字照舊 不停腳地走到康熙那裡 康熙看見兩個侍衛進來 起先的心就安定了一點 接著一聽見木呂馬 當堂知道事態嚴重了 白痘這麼大的汗 就即時滲出額頭 大喊一聲, 不用你們試的, 退下 王爺傑書這時候也起來 焦在臉上再加一聲 你們是乾清宮的警察 你們在幹甚麼,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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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以正王都出了聲 木呂馬和立無就逼著站定 看奧拜的事以行事 正在這時候 聽見殿外邊的紅刺女大聲啟咒了 皇上, 是為魏東亭請見 看起來當堂精神一震 進來, 話音未落 魏東亭身水身汗, 跨入大殿 木呂馬一見魏東亭就當堂火遮眼了 橫身一擋 但是不知道魏東亭怎麼出聲就繞過去了 奧拜禮轉身打量一下這個年輕人 嘿嘿, 見皇上有甚麼事啊 魏東亭好像沒聽見那樣 一跪下對康熙說 今晚還不退潮 太皇太后, 皇太后插路才來看看 康熙一擺手 既然來了 你就站在這時候 等一會一起回宮 走, 魏東亭答應一聲 然後站起來這樣才對奧拜說 魏東堂說, 奉兩宮二子, 前來事後萬歲爺 講完就大大排排從他身邊走過 站在康熙的左手邊 眼瞪瞪瞪著殿內的東西 康熙這樣才定當 他本來想值此機會就豬斬搖拜 不過見到木呂馬, 立毛竟然退在兩邊 他本來就賴著不出去, 而且戴著妖刀 那麼深度衡量過, 都是覺得勢丹力薄 如果真是動起手來, 成敗難了 看看搖拜呢, 只會是一面兇相 唉, 只好先退一步 康熙心到一冷靜, 跟著說話就流暢一點 不必如此浮躁嘛 朕義蘇哈薩克即使有罪 也不至於凌遲處死 這一刻, 奉拜也很快對形勢作了姑娘 眼前在這兒大動干戈 殺死康熙的把握就很少了 別說有個魏東廷 就孫殿臣手下幾十個侍衛親兵 都在外邊的朗頭來, 又怎麼應付得呢? 況且殿外邊還站著索額圖地一班武長 他們豈肯袖手旁觀 那就衡量了一段時間 他左右看看才回答說 案律蘇哈薩克, 是凌遲之罪 不過既然皇上吻恕 那就免了, 改為斬營 看你聽搖拜的話, 有點鬆動 那就暗暗鬆了一口氣 自己的安全問題就不大了 但想到要殺蘇哈薩克, 始終都不想 就唯有拿著臉口, 不出聲 跪在一邊的傑書就最知底細了 知道如果不殺蘇哈薩克 糾纏下去說不定還要出大亂子 於是就叩頭說了, 依神如見 就…就處以搞決了 看一聽, 整個人訪了一下 咬牙關還是不出聲 奧巴就奸笑著說 看在皇上和殿下的面子 就抑他, 給他一個全屍吧 說完易吾貴拜, 就隨便打了個長衣 神, 現在就去監營 跟著轉頭對著木女馬和立無就說了 混帳, 站在幹甚麼?還不跟他走? 一腳帶著木女馬就揚長而去 看著奧巴傲慢的身影走遠了 康喜的都說全身發軟, 起來想走 看見傑書還附在地上, 還沒敢動 於是就慢慢度過去 傑書親望 你擔高頭 傑書就方塞塞地擔高頭 躲閃著康喜的迫視 嘴子動動的想說話, 之後說不出 康喜這時候, 真是疑得一腳踢死他 想了一下, 長嘆一聲放下手 你...你跪安 那就是叫他走的意思了 康喜六年的夏至 是一個又藝又悶的陰天 那些雲很厚 海邊的柳樹枝, 動不動地倒進去水面 來不中還可以聽到街上傳過來一陣有氣無力的叫賣聲 向師麻湯了 誰要貼餅油條麻花了 啊... 睡了中午覺起來 康喜和太后請完安 按照老規矩 帶上蘇麻拉姑和魏東亭兩個 坐著小繳由神武門出皇宮 靜靜去西直門的索垃圖和家上課 索垃圖的後門 就有專門迎候康喜的伯仁 這些人都是索垃圖和家裡的兩代家勞 他們雖然早已經腦退了 只為了辦這件差事 就重新給喜用 幾個便衣侍衛就住在這裡幫助照應 所以就不用驚動虎裡頭其他人 就可以直入後宅內縣了 康喜都不知道是大膽還是未生性 居然敢出皇宮來上課 那奧拜已經隨時盯著他了 會怎麼樣呢?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分解 分解 分解